這兩天全臺低溫就包括連南臺灣都很冷 像是在高雄的壽山動物園 園芳就特地準備了好幾種方式 要來替動物遇寒 像是這個園芳就為紅毛猩猩 準備了毛毯 有紅色還有這個格紋的樣子 這個紅毛猩猩披著走來走去 樣子非常逗趣 來聽一下這個園芳的訪問 整個動物園呢 只有紅毛猩猩有這個毛毯的待遇 但是原方說這不是差別待遇 主要是因為這個紅毛猩猩會使用 只要風來了或特別冷 他們真的就會把這個毛毯 披在身上當風遇寒 原方還有拍到這個胡蒙式群聚 擠在一起取暖 感覺非常的可愛 另外呢像是這個象龜 Bell則是藉由這個取暖的燈 讓他們有足夠的這個輻射的熱源 能夠來度過這一波的寒流